三驼额台风转为墙台 移动的速度却缓慢 影响时间拉长 一号的下午 华联市长魏佳燕专程前往 辖内关心独居老人 确认长辈们都有充分的物资 能够度过这一次的台风天 台风来袭 不少民众急忙准备防台物资 就怕独居长者 没能做足充分准备 华联市食物银行立即调度 准备了丰富的食品物资 在一号由市长魏佳燕 在国防里长黄强的陪同下 亲自将物资送上门 也让不便出门 或来不及采买的老大人 倍感温馨 台风将近 然后其实 不然反正今天放台风下 就现在的风雨 感觉让我们就会 之后会很严重 所以跟市长一同来 关心我们独居老人 看老人有什么需要协助 或我们之后能帮什么忙 所以先来关心他 让他们比较安心一点 不然他的长辈或小孩子都在外地 他们会安心 那也跟他们说 其实台风起见不要乱跑 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给华联市公所 那还有我们的里长 还有达区的派出所 那我们都会到家里来为他们服务 那在此也跟我们说市民朋友们呼吁 那晚上或是到明天的这个部分 夜间跟白天的 之后可能台风会进来的 那风雨会逐渐的变非常的大 那请大家切勿到海边去做一个观浪 魏家宴再次呼吁三陀儿台风持续增强 且移动速度缓慢 影响时程势必拉长 请大家不要轻忽风雨的影响 并请土石流浅世西保全户 切勿自行返家 随时关注台风动向 配合做好防台准备 确保自身安全 记者许立晴华电视报导